记者罗新珍屏东报道,原在建筑工程业上班的屏东县农民徐玉华,四年前辞去工作专心污农,三分多的种巴勒,番茄及蝴蝶兰,以草生栽培方式管理,不撒农药,种植高难度的帝王巴勒,清脆甜美,透过网路摘配培养不少熟客。 55岁的徐玉华,原在建筑工程公司上班,应住乡下,从小就喜欢种花草果树,上班时就会利用假日到田里耕种,四年前买了一块三分多农地,正考虑要种植什么好食,听朋友说巴勒风险较低,而帝王巴勒更具市场潜力,于是一头栽下去,管理问题请教农改厂专家。 徐玉华申请QR Code追溯条码,对自己种的农产品负责,几乎不撒农药,自制易肥灌溉,草生栽培,注意休闲治条,错开产期,而且输果彻底,让每颗巴勒树大清脆,种达半斤以上。 他说,不随意调高价格,应做生意是长期经营,所以消费者会购帅很高,他在巴勒园养鸡,也养蜜蜂,因为机会吃田里的小虫,蜜蜂帮忙授粉,维持田间生态平衡,不用太长施肥,就长得健壮。 徐玉华还参加屏东农业大学的训练课程,他说,吸取更多农业知识,对未来在农业经营上更有帮助。